大家好,我是赵老师 在今天这期视频呢,要通过这些反面范例来给大家讲解一个重要的书写规则 掌握这个书写规则,你就能轻松的解决一类字的书写 大家一起来学习吧 我们来看一下,你看这些字,结构上不好看,安排不合理 那你说它是违反了哪一条书写规则呢?不符合哪一条书写规则?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类字,它都是上下结构 而且它们的上部都有匹纳组合 那像这类字,大家注意 首先第一条,你一定要做到上斩 所谓上斩就是指,字的上部匹纳 我们要写的飘扬洒脱,以彰显整个字的精神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,折纹旁 爱匹 横匹 那话展开 折纳伸展 然后起 匹低 纳高 树展出去 吞 横 横往右上探紧 然后撇 往这走 爱纳化伸展出去 再来 箱子 撇 爱纳 树要短 然后 撇纳 爱伸展出去 最后一个 舱子 横要短 两树往里内收 好 撇纳展开 撇低 那高 大家看一下 当撇纳组合在字头的时候 你一定要舒展放开 显得飘扬洒脱 这样整个字就会显得比较精神 好,我们来看下部 下部 你看上部它伸展出去打开了 那你下部就一定要收 上展下收 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书写规则 非常重要啊 上部展开你下面就一定要收 绝对不能再给它放出去了 因为你如果上面放 底下放的话 整个字就会显得张牙舞蹈 上面舒展出去 下面就一定要收紧 爱上展下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条子 爱红 树钩 左点 右点 然后企业的企业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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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来一个 下面要收 然后吞子 你看口左右内收 横 折 堵上去 箱子 舱子 横 折 垢 往里内收 然后竖 关钩 下上 出钩 下面要给它收紧 大家来看一下 像撇纳组合在字头的这里字 一定要做到上展下收 千万不要把皮纳写的左左巴巴 然后下部写的又宽又胖 这样写这个字就会很丑啊 好 我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上展下收的一类字 你学会了吗